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她們也不會體諒 那時候我就開始熬 我都跟她們說 我說媽媽可能哪天會得癌症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熬 就是每天我就忍著忍著 一直忍 就這種感覺 然後等她們去上班了以後 她們去讀書了以後 我就想我為什麼生孩子 如果我不生孩子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我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想我現在是 為了你們兩個人 能夠接受日本的生活 當時為了接受中國的文化 現在讓你們能夠接受日本的文化 我就是放棄了我跟我老公的 一起的日子 我陪你們到日本來讀書 然後我父母我也不能孝敬 我老公也不能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 我是覺得我是付出的 我是覺得 因為但是孩子不會覺得 對於現代都市人 我們的生活感覺是被壓榨到 很少有這樣的一個時間和經歷 去思考一些就是靈魂深處的問題 就會有點像那個 就是古希臘那個西西福斯 他是每天都要推這個巨石到山頂 但是因為那個巨石還是會掉下來 然後他繼續推 就每天過著尋規蹈矩的生活 但是最後的意義在哪裡呢 你要往哪裡走呢 其實有多少人是在去 就是去思考自己 這樣一個看上去很大 但其實是我們每個人在每一天 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不是說 我覺得沒有婚姻是好 而是我覺得大家把婚姻 就當成了一個 就像考名牌大學一樣的一個 生活必須有的一個 敲章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傻的事 包括考名牌大學本身 就所有這一切 我都會覺得 還沒想明白 還沒活明白 僅此而已 你活著不要吃飯 不要住房 你不要那個嘛 這個是生存之地區 中國人都不喜歡說 我愛你三個字 對自己的家人 而且很多人我相信 很多人跟我有一樣的 經歷就是覺得 我今天跟我媽媽吵了一架 然後我當天夜裡自己好後悔 可是很想跟她去說對不起 或者抱她一下 就是做不出這個事情 就每次覺得說自己不應該跟她吵 但是發生 就是當情緒上來的時候 你還是會忍不住 那就是我 就是我女兒從十一歲 就是給我親自就是做了一個賀卡 給我寫了就是那個 祝我母親節快樂的那個賀卡 這第一次她十一歲第一次 那從這以後我就把這些賀卡 就是每一年或者每一次給我的賀卡 我都收藏了 現在已經收藏了二十多年了 就是我們搬家也搬了好幾次了 但是我都小心翼翼地留存著 因為這些賀卡就是反映了我女兒成長的印記 就是因為讓我感到我女兒從小有一顆感恩的心 最主要的是就是讓我感到我當初選擇辭職 就是回家做全職媽媽的付出值得 昨天下午剛剛拿出來 她不知道的 她說她覺得 我那個十一歲的時候 那你這東西還收藏著 是的你每一件東西 我說對媽媽來講都是很珍貴的 包括其實在做節目之前 那個我媽昨天忽然 她把那些什麼我從小給她寫的賀卡都給我看 然後我真的就是感動了 然後等她出去了 我的眼淚都掉下來了 然後我會覺得說 就是她會這麼用心 然後把你的東西從小就累積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她就是離開 就是跟我分開住了 獨立了 然後這個東西我就一直就是放在我床邊的 就是沒事了 然後有時候跟她聊天 我說妹妹啊你看這個 她說媽媽你好無聊 這個東西還藏著 然後我就一直藏著 還有 對其實 有時候其實也不會一直說吧 對吧 愛女兒兒兒兒子啊 或者什麼有時候 對 但是我內心父母就是這個樣子 每個孩子都這樣的 都是受從那種媽媽的 媽媽是很愛你們的 其實內心生所真的 媽媽是 媽媽是很愛孩子的 這是表達方式問題 有一天希望我也能夠感受到這種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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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